好 继续节目当中我们来看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 在大陆中央选定它成为两岸综合实验区之后 三年之内迅速开发 那么现在开通了台中台北两条航线 而船行时间最多只要三小时 在实体交通上非常的方便 未来也将投入将近70亿台币 建设全岛光纤网路 3G无线覆盖 以及离岸数据中心等等项目 要打造平潭岛成为一个智慧岛 也成为两岸通信交流的新平潭 汽笛长鸣 利纳轮 捷览试航 欢欢驶向海峡的另一头台北 继开通福建平潭台中航线后 两岸大渡轮时代再添审理军 海峡加加利纳轮明年大概有它再颗量大约平衡 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三四万人次 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平潭不论直航台中或是台北 最快只要2.5小时 货物运输长三角 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 已经有眼明首快的企业大张旗鼓 砸下336亿台币投资打造科技园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作为中商场 原来是要两年的建设期 那我们尽量把它空气收短到 差不多就是20个月左右 协力集团是平潭综合实验区 第一批进驻的高新技术企业 两年前董事长李明福考察大陆沿海七八个地区后 决定落脚这里就是看上平潭有大陆中央政策的支持 在岛上之间的企业交易 它是免营类税 它是全岛保税 基本上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大陆的成本 但是你可以在国际上寻求国际价格 可能想象科技园所在的这片金井丸 高达383公顷的面积 全靠吹沙填海出来 从无到有 公旗只花了短短十个月 这就是平潭速度的真实写照 除了硬体建设 有编于其他经济特区 平潭实验区以打造科技智慧岛 和无线宽屏城市为目标 预计在2015年实现全岛光鲜入户 要把整个平潭岛建成一个Wi-Fi无线城市的概念 3G甚至4G 假以实是三五年后 这里整个所谓的通讯的环境 会是不错的一个环境 邱陵胜是平潭智慧岛规划的幕后推手 来自台湾的他 甚至要打造两岸共同家园 得把台商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未来要做两岸的宜居岛 那这个宜居是不是我台湾人来这边 我手机拿来打电话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国际漫游费 平潭经过三年多的开发建设 台资企业从四家增到61家 过去孤悬海外的偏僻小岛 正悄然蜕变 成为两岸攜手合作的投资新天地 在刚刚落幕的18大政治报告就明确指出 说大陆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升人民的财富跟生活品质 这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廉价中国将走入历史 在对台商来讲 投资环境不如以往的情况之下 现在力图转型改变思维 才能够找到下一个事业上的春天 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